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不只是苏家全是包含蔡英文 今天蔡英文在回答这个说私人领域应该是针对吴子嘉希望她离婚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她说私领域那边 苏家全他们家的问题我认为是个公共议题 甚至是个政策议题 这不是私人领域的问题 那你蔡英文怎么回答 那你也没办法适可而止之后你怎么处理 这是今天要面对的问题 那她今天讲的是财产不明罪 那你现在红横珠看起来都有申报 只是观感不佳 我比较担心后面会变怎么样 因为选举嘛 或者说邱毅啊这些 对啊 后面还有什么 有时候三分证据讲七分话是讲十分话 所以今天如果你被社会定位成那个形象的时候 因为选举不是选市 不是选农地好坏 然后选蔡英文做总统我满意的 可是选人 一个人一旦被贴标签之后 以后可能任何人指控你 整个社会都认为是真的 老白 请再给你胡了 请再给你讲你这个为什么 那些为什么 大家认为说你们家有做这个事情 这才严重啊 所以如果你没有在这个事情 在闹这么大的时候 把自己的信用 把自己的道德雇注拉高的时候 后面这真的是随人糟蹋 这才是我比较担心的选情的发展 因为所有的法律都已经是最低的界限 你现在一直在谈法律 我没有违法 这个都还已经是有问题 因为法律有没有违法 现在都还要再鉴定 那你一直死守着这条线 那请问一下 为什么道德一碰上了民进党 就变成一个最低标准 连法律都不如 不过红任初跟吴淑敦最大不一样是 吴淑敦这个都是事后 他们当前两次以后才被发现 那在这个之前 大家都认为阿扁跟吴淑敦感情多好 吴淑敦多么淳朴 那时候整个媒体塑造就是这样 红任初最大不一样是 他现在险前被人家发现 原来你有这些 好像有点恶行恶壮 对不对 那你将来会不会被发现 跟吴淑敦一样的这些东西 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 你的农地怎么会12年内卖了15次 那这个除非 很多人一定会认为说 你是不是在炒作农地 这个就很不好的观感 但是我觉得 现在整个民进党也能用这个下去赌嘛 就是说那我们就挺他到底 我们就是走法力 我们不走道德跟观感 那这样没关系啊 就是说看人民要不要让他付出政治代价 这个是最后要来这样体现 那你就是蔡英文要护苏家权 用最低的法律的标准 来护你这位副手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以后治国 也是用最低的道德标准 最低的法律标准来做 而且不需要谈道德 讲吴淑敦跟红任珠对比 已经好几天 而且好多人讲了 那你要把它弄成这样 是珍珠姐妹花 大家没话讲嘛 对不对 大家没话讲 而且谁晓得你 所以你看就是玉鹏讲的 因为你道德的一个标准低了以后 随人糟蹋 对就是随人糟蹋 谁晓得将来会不会 株莲木检西山里 下面来的搜索东西 对不对 没有人会知道啊 那不会害怕嘛 对 你就可以随便的去设想嘛 因为你前面已经有吴淑珍在那里了 对不对 所以你后面 红横珠可能是有的什么样 你就可以随便的人去设想 他也可能变成那个样子 因为你从红横珠的一些的反应当中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整个的反应是 是非常的 非常的取巧的 硬凹的 然后走边缘的 所以我不懂 你们现在才认识民运党 民运党本来就这关了嘛 但是跟他硬棚更例外了 硬棚 本来就是这样子嘛 如果硬棚 按他处理 他一定叫小英 我们赶快把这个输家前做切割 但是不可能 人本来就这关了 我现在比较担忧的事问题在这里 我现在比较担忧的事问题在这里 我们知道 吴淑珍 又是受到残葬 又是这样 也不然大家说的可能 这个 我们讲 红尘初是什么 是警察出来的 是警察出来之后 他内政部部长 后来还帮他升官 他本身是受过专业的训练的 一个警察 但是他知道 港官教议教家 那样的心态 就是什么 我根本就不怕你讲话 这个才是可怕的地方 吴淑珍还要是 我头发送 他不是 我就照弄 所以我刚才是讲 苏淑珍如果 以苏淑珍过世的个性 个性可怕 就好好让我重新弄掉 卖掉 但是如果 红尘是说 算跟你说 我们合法 我们可以按照合法 他不是讲一句话 本来说我们一部分 我们就要脱钩给他检查吗 所以他那种强势 他非常强势 那种让他觉得说 他都不怕满人的心态 才是我们那种解释说 而且你看他要买 李吴淑珍还厉害的一个角色 他要买什么农地 他要买什么地 他通通去买 他们不了解农地的炒作 连出家权都没有话可以讲 农地的炒作其实很简单 就是农地 现在买 各种一瓶 七千八千 但是我如果变成 施地重化 或都市变更 我都 我在输家在地方上很熟 政治农物 要做都市更新 我从哪里要做楼 要做什么 你要知道 一瓶的农地 一瓶七千八千 可以变成 七万八万了 所以你一个县长夫人 一个部长夫人 主委夫人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农地买卖 其实是真的瓜田里下 非常不合适 可是 红河珠并没有 并没有这样 没有怕到这样 他还是照样自己这样做 所以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看到说 现在 这种的情况出现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大家会 从1月10月10号 看到那个周美青 我们第一夫人 穿的去年的 我真的以为是资料片 奇怪 怎么跟去年一模一样 他就是跟去年 穿一样的衣服 所以我觉得 这所有的事情 所引发出来的 到时候会有一个对应 这个对应的发酵 其实是一个 蛮大的一个影响存在 所以周美青 他不光是穿个旧衣 他还去很难看的 叫那个 马总统 所以因为已经有水了 你为什么还要跟人家要水 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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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这个都 都管 都管 可是你会知道说 他 他不太像装的 至少我觉得 选民会希望说 政治的领袖 是这个简朴的个性 我觉得这是 不一定每个国家都这样 但是我觉得台湾希望说 你的 你的大胎领导人 因为你知道周美青这样对马英九 是连民进党都没有办法嘲笑的 没有错 民进党没有办法现在 因为苏家群现在事情摆在这边 你没有办法出来嘲笑说 你看 你看这个 马英九被周美青管得这么严 周美青要他 要节省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夸张 不能够铺张 浪费 好了 一对比 马英九其实不浪费 手表戴了27年 是结婚时候老丈人给他 现在还在戴 中美青这样输赤 皮鞋还要去补 现在还有谁在穿皮鞋用补的 所以他上次去台 皮鞋还补 对啊上次他去台中胡志强 干脆就送他一双鞋里 你太过分了 就送他一双鞋 对啊 做鞋越前的人 骂死他 刚刚这个叶鞋讲得很好 民进党没办法质疑这一段 为什么 过去民进党能够大声讲话 红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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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谈土地正义 谈弱势 谈清廉 重点是 他们寻受国民党是 朱门酒肉臭 那让人家感觉 国民党出来都是 都是闪光光的这样 可是你看这几年 我说真的坦白啊 你刚刚讲还讲错了 民党三级贫户啊 对 蛮久不是皮鞋去补 他穷鞋去补才是 曼卯鞋去补啊 我坦白讲 有人在批评说 今天媒体在批评说 今天怎么穿旧衣啊 什么国庆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他出来 有没有表现出第一扶人的端装 跟他的这个仪容态度 这样就OK了 难道是说我们需要像 像那个菲律宾的那个 说鞋子有三千双 你需要有这样的重重夫人吗 所以我觉得 而且那个画 而且那个画面出来 他是一直让你觉得 他是一个装出来的 OK 这个全部都无效 对 一罐 一罐 知道他没装 没有错 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影响 周美兴出现之后 你会发现说 国民党官夫人都不见了 这叫一白遮三丑 我相信国民党以前那个 官夫人这三个字 这是从国民党政典出来的嘛 那现在至少被他押住了 那民进党反而出现了很多 其实像洪恒珠 舒舒泰 他是没有被媒体训练过 他是公务员嘛 你今天面对媒体的时候 不是说他多强势 你看他第一次被访问的时候 他拿那个遮在 对不对 他想要挡 他完全没有训练 幕僚 这些东西也不可能去教他 那个反应其实会 他做个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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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像涉嫌人家这样 他那遮的动作比照一座 很不好看 好看多了 你不要再贵了 不是毛巾 他的回答有时候太直接 甚至可以说 有点纯朴好了 但是那个形象都是反面的 你是不是没去过屏东 你说洪恒珠纯朴 你是不是没去过屏东 因为你现在有一个豪宅 都市人的角度来看 然后你去对照 他是没有经验的 其实我相信其实对 对宗美欣来讲 他会去穿一个旧衣 穿去年的衣服 其实对他来讲 那是他最好的一件 他不是穿一个最好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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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参加国庆 这一次就是最好的衣服 这一次没有再穿很浪费 其实我相信 因为那一定是他最好的 最漂亮的衣服 他许民都希望说 你的官夫人或你的配偶 都是这种个性 我觉得这是大家共同的期待 现在你们的事情都处理 不能说出来 就自己越来越对比 越强烈嘛 今天第五十三他干了 大家就想到 一有以后 你们选上一定一个古老侠 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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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说